为了疏解校园住宿空间不足 宏光科技大学最近斥资6.5亿元 新建一栋学生宿舍 分两阶段来施工 近期第二阶段工程也已完工 校方表示该宿舍除了提供650多个床位 一楼还规划有电竞式健身房 还有智慧便利商店等 并且从房间就能够远眺台中港海景 提供学生宛如高档饭店般的住宿享受 而新颖又便利的设施也获得入住学生们的好评 热武社学生带来动感舞蹈朝热会场气氛 紧接着在倒数声下 众人一同拉下红布条 欢迎接宏光科大新建的学生宿舍 红学社正式街牌启用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能从房间远眺台中港海景 提供学生宛如高档饭店般的住宿享受 往台湾大道的地方可以看风景 晚上还可以看夜景 我觉得还不错 第二栋宿舍基本上我们是用智慧生活科技的概念来盖 然后我们楼下留了一些弹性运用的公共空间 让同学们住在这边能够有家的感觉 这栋学生宿舍一共斥资6.5亿元新建 分两阶段来施工 除了提供657个床位以外 一楼还规划有电竞室、健身房 以及智慧便利商店等功能相当多元 而面对未来少子化的冲击 校方也强调 除了强化学校的硬体设施以外 也会持续做好办学品质 期盼成为中部地区的就学指标 55年来我们经营的还算蛮成功 所以我们从212个学生 现在已经有12000多个学生 那我们的注册率都是90几person 所以目前其他学校面临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是很紧张 但是我们在老师们跟同学们努力之下 我们目前还OK 新颖又便利的宿舍设施也获得入住学生们的好评 而校方也期盼 透过这几年办学绩效稳健成长 及更好的宿舍环境 希望面对少子化的挑战中 持续吸引更多学生前来就读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